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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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阿成 罗睿成 欢迎收看通理英博的第六四四页 我们每一集的节目当中 都会有一个小故事 但是这个小故事里面 却是蔡老师的人生的经验跟经历 很值得跟朋友们大家一块来分享 今天一样 要跟蔡老师来谈谈 他的人生的经历 通理英博六四页 今天到底要谈什么呢 我们先来介绍 邝公儿子教育基金会的董事长 蔡和成 蔡老师 蔡老师好 主真好 东东好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还有邝公儿子教育基金会的执行长 张东秀 东东 瑞成好 大家好 蔡老师您好 东东好 是的 蔡老师我想请问你 我们知道 我们常常听人讲说 阎王要你三斤死 不会留你到五斤 对 你三斤你就差不多要那下去 不会那下去 你时间到了 对 如果听蔡老师说久了 我也知道 这个是黑白无常 黑白无常就把你带走了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讲到阎王呢 好像在我们的意境当中呢 只是一些的画像 然后一些的连续剧啦 或什么之类的啦 包含黑白无常啦 或是那个民间传说的故事里面 去了解到 当然 我也不知道阎王长的是怎么样 你有见过阎王啊 我没有 我如果见过阎王 我可能就已经 好 拜拜了 我今天也不会坐这儿了 对不对 那你见过阎王吗 对 对 那谁见过他 那你见过阎王吗 对 真的 怎么见呢 你是说 先写成情信 我要见阎王 对不起 你成情信也听不到 还是你 你要空印的海印 还录印 不是 还是你磨磨磨磨就被拖下去 然后 就见到他 其实评论人讲 有时候信业行政 如果没有真的见到 你绝对不相信 有黑白无常 有阎罗王 也不相信说 这事实上真的有鬼 真的有神 就像那一尊 我们等一下讲的 开张送来的故事一样 其实 评论人讲 这个都是一个 一生中的过程 人生的经历 经历 像我这个经历算很特殊 这个 从死到活 活到死 然后什么都没见过 什么事情没看过 建议也走过了 建议走完了 什么样的人都有 都见过 所以 其实见到圆罗王 并不稀奇 为什么 因为你跟他有缘分 那话说回来 也是 没有生殖堂病 也没有机会 那这个中间过程中 我们执行囊最清楚 从我这个 一条龙 变成一条虫 这个 纵横 这个商场 商场 然后当老板 当了私警 无往不利 那时候 会议事务所 补习班 工厂 贸易公司 然后泰国厂 然后 这个 什么都做 然后各种工会 进出工会 理事 无金工会 常务理事 渡量工会 理事 理事都理不完 然后 还有这个 客戴中心会的理事 总共理事大概有20个 那忙到 不可思议 有一天 放下了 放下以后 最后剩下一个什么 剩下一个保险 我们两个就在 国泰人受认识了 那从保险公司 的这个过程中 竟然因为认识他以后 竟然发大愿 走遍台湾65个监疫 开始忙碌 一边工作 一边跑监疫 真的 把65个监疫跑完 他就登记 哪一个监疫 连络好之去 左边的监疫去送书 来去演讲 你看 我们这辈子 如果没有去监疫的话 怎么会跑到绿岛去 对不对 我们怎么有机会去绿岛 就是因为去监疫的关系 怎么机会去金门 就是去监疫 怎么机会去澎湖呢 澎湖当然可能 观光很多人会去 但是我没去过 我除了去澎湖 监疫演讲以外 平时也没有时间 没有机会 那左边的台湾 各个角落 看过了实在 这个人间的两个地医 我都做到了 一个叫监疫 一个叫医院 躺在医院 擦皮管 擦胃管 医生跟你讲 剩下一个月 剩下三天 你像他不是地医是什么 那等死啊 人在等死是恐惧的 因为痛啊 不舒服啊 而且 在医院里看不到那个的 见不到天 就是 都是在病房而已 对 那也很不可思议 就 我想我是一个铁人嘛 三点睡觉 六点起床 四十年为日 从来没有生病过 有什么感冒 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这牙齿稍微 注意牙去补个牙以外 有一天 哦 腰酸被痛 一直瘦 一直瘦 瘦到不行 他就带我到处去求神问补 到处去看中医 西医 到苏联医院 说你社会上伟大 已经被社会上癌 要开刀 然后到这个中山医院 这个所有医院去检查 哦 更不可思议 说我是 腎脏出问题 要洗腎 有一天我在基金会 一路定 看到我是癌症末期 我就 刚好因为他的妹 去在新光医院 就不到新光医院去找 走 我问主任 我主任请你帮我抽骨髓 哪有一个病人 要求医生抽骨髓 健康厂厂也不抽骨髓啊 我说 我怀疑我骨髓有问题 就一抽 当时还开个重症状疾病 给我 蔡先生 你这家多发性骨髓的某区 哦 这辈子没听过有这个名称 第一次听到 什么叫多发性骨髓 然后 从头到头 你的骨头 背着背着背着胎细胞 全世界没个活的 台湾到现在没个活的 你到 我们新光没办法依你啊 讲这样子这样 你到台大龙总看没机会 台大陈主任 龙总邱主任都有前后期同学 我说 我主任啊 你这两个同学哪个脸比较大 哦 台大啊 脸比较小 龙总邱主任 邱先生喔 脸比较大 我说那我去龙总 插线一下 看医生怎么脸大小 我主任啊 医生如果脸比较大了 也比较不像医生人 那我们主任说 那你看我脸 我主任脸蠻大的 这样子洒乎两个都到龙总去报道了 看到新病人来了 看到这个病 不能开刀嘛 只能化疗 那时候叫做 脱发性骨髓瘤 没有 他化疗那个化疗是叫做 方神科 就是标靶 标靶 标靶药 最新的 跟我签约 98次化疗 合约数号解零 要化疗98次 哦 化疗到30遍 我就跟他逮骂 不准化疗 千帅还需要发疗 竹林嘛 藻 testoster一直难owe 腿发掉光光 嘴巴泡蝗蝗蝗蝗蝗蝗蝗蚠 尸uchi软蚊蝗蝗蝗蝗蚢蝗蝗蚀 BLOED 五十八次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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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教著悔悲 那個過程很痛苦 當然痛苦啦 頭髮掉光光 嘴巴破喉嚨破 生殖劑爛掉 吐 然後腳底潰爛 那個村子整個爛潰爛欸 那多可怕 你不好聊是不是 你去幹西班牙齒子 結果就少呼了 到吳記事報到 那時候 吳記事四個床婦 一個二一歲 三絕 四一歲 五十九歲 年紀最大 一進去報到以後 打一個很重話聊 一打下去 瞬間昏迷 都不能動 從頭到腳被黑了 嘴巴破 喉嚨破 腸破 胃破 大量出血 我們執行人很可憐 跪在沖門外 吳記事隔離病房嘛 他跪在沖門外面 求地藏皇 開張送皇 救這個人啊 看到我那個樣子 他帶他妹妹來 他妹妹是那個 護理人員出身的 他妹妹來看到我說 你不會玩 死定了 溫室的啦 不會玩 真的是活不了 每天吐兩百細細的水 吐了二十幾天 將近一個月 沒有吃過一滴米 喝過一滴水 吐到廚藝線下午 護士宣布 我斷氣的時候 見到鹽樓王 鹽樓的時候 大縣會到 再補上一句話 老天也利用天災地變跟癌症在淘汰人口 四十幾分鐘以後 我過來坐在寵物上面 盤著腿坐在哪裡 護士手機看到 鬼啊 是死了坐在寵物上面 其實不止 我在龍總 我沒有在病床躺過一分鐘 我每天盤腿 你知道嗎 到三更八夜的時候 大概凌晨十一點鐘 我就看到兩三百個孤陰兒鬼在找替身 找替身 找哪一個人 快走了 交替 醫院喔 沒有超度 死一個人 我看到 死得哭哭啼啼的 我那個 我們頭領病床嘛 三十五個病床 我是其中一個在頭領病床 然後早餐吃完 就抱我頭腿 抱我腿走三十間 到水池早三十間 午餐吃完又走三十間 到水池早三 晚上也是一樣 當我看到三十四個 還在躺在床上 我取個念頭 如果你吃個早餐 繼續躺在床上 等一下午餐來 你是吃不下 因為沒消化嘛 對不對 好 到晚上七點多 隔壁床哭一哭 推到後山 十一點多 對外床哭一哭 推到後山 天亮了 隔壁床又哭一哭 推到後山 第二天我看到一件事情 護士進來把他床單拿掉 放個床單 過了半個小時一個坐輪椅的進來 好 好高興 等了兩個禮拜 終於等到一個床鋪 他們想到昨天晚上一個人 躺在床上哭 哀嚎 要斷氣的時候死不明目 然後最後斷了氣以後 推到後山 後山在什麼 太平間 一個一個之後往太平間推 那個床單放了 結果那個人搞不好講穿了 他噴破還在那個房間裡面 因為四九天以內還在那附近嘛 對 都沒有超度 更可怕的是什麼 我進醫院的時候 我本來癌症要化療 結果不能化 為什麼不能化 因為我感染肺炎 發高燒四十度 四十一度 打抗生素打了兩個禮拜 一直打抗生素 原來是因為冷氣孔 我戴口罩還被感染肺炎 你看醫院裡面都嚴重 對 細菌很多 對 環境 細菌多以外 那叫做很簡單 你癌障深 你運氣不好的時候 跟你講 真的會要你的命的 在你也不要你的命才怪 找交替啊 你也不幸被找到了 你就當替身啊 不找替身他怎麼能夠輪回 你毅力也弱啦 其實這是很可怕的現象 所以有時候我是覺得 其實憑良一講 炎羅王不恐怖 他講一句話 對 你講耶羅王 我現在你能不能描述一下 他說我大腺未到 再加一句話 更離譜的 他說老天爺利用天災地變 跟癌症在淘汰人口 我永遠記得這句話 真的 我活過來又悟到了 真的 前世代癌症現在癌症沒有藥醫 各種毒藥出來還是救不了 死了比活了還多 然後天災地變 哪又得癌症 你看台南一個地震 死了一百多個 一個蚊子死了一百 兩百多個 對不對 哪需要癌症 對不對 一個 永遠就倒了死了二十六個 一個永遠就倒了死了三十三個 那他看到你的時候 他就說你時間還沒有 跟你講了哪一些 然後你講 這兩句話而已 因為他戴著官帽 我印象你整個 那個 皇帝帽長 長笑 那個像喔 真的很像那個 像什麼 像那個 你說像 你說像 是我們看到電視裡的那一種 狀況嗎 還是像什麼 我覺得很像 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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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對面那個 達摩祖師的臉 那個臉 就看起來很雄偉 很兇 很餓 很威嚴 很威嚴 這樣講 然後穿著衣服 威嚴像 那好像皇帝的衣服一樣 因為他在審判 這兩句話 你一大限為道 再補上一架 老天也利用天災地變 跟癌症再淘汰人口 我真的誤導了 哪需要得癌症啊 老天要你走 我跟你講 走到馬路的位置撞死 對不對 不要你走 活到一百歲都不會走 所以那時候 應該這樣說 就是說你整個身體的狀況 然後其實是完全 非常非常脆弱 什麼叫脆弱 都已經快死了 真的快死了 完全沒氣息 對啊 煤氣息之後 然後那個是一個靜 對不對 這樣講 不是 五十九歲一定要死 那五十九歲就快死了 就死了 然後再喝完 那當初 當初是在外面 沒有 我們是不可能 他是來看我一下走 因為我的隔離病房 不能有人照顧 沒有 只有婦事可以進來 家屬不能 隔離病房是 隔離就是怕 進來有人帶毒 因為裡面的人都很脆弱 所以隔離病房 老師在吳俊市二十幾天 你看了 如果你去看 你會覺得好可憐 就是那種 你會看到他吐血 然後 一直吐 他其實 這個 這樣十年前 這樣陳述好像很簡單 其實那每一天 真的叫做很難過 那護士他本來 進去就還可以對講機 就像在那個 有沒有 那個犯人 電話講話 電話講話 然後那個醫生要先講說 你如果在吳俊市 其實你要有自己 可以跟自己 talk的那個能力 因為一個人 等於在那邊二十幾天 然後他是慢慢到後來是 完全沒有辦法插澡 就完全都不行 就是自己也不能啊 什麼都不行 都是要護士幫他 OK 然後就這樣很簡單 翻身啊幫你插 這樣簡單一下 然後那個 對啊又一直輸血 然後又打B群 反正就是不能吃 瘦到四十公斤 又不能吃 現在六十公斤 然後化療 那個化療劑 又打到全身這樣 黑了 然後吐血 吐到 反正你那時候看到 你會覺得說 老天爺 那時候我就在想 我在山上 要下來看他的時候 我就在想說 老天爺 這個 我們董事長 金森 不是我說 這個金森 他到底做了什麼 很糟糕的事情 其實 依我認識他幾十年 我想應該也沒有 那麼糟糕的事情 但是為什麼要有這個 這樣病痛的磨難 就像我現在在 面對我孩子的這個 這個病痛也是 我就說他年齡那麼輕 當然我覺得這種 業也好 或者是病痛 可能都不是那麼單一 就在這個 這一世 可能有累生累世的 一些因因因果果 那也許是 我們還沒有做得很好 就自己真的就要懺悔 那個過程真的是要折騰 所以他就在那個當下 他真的死掉過 然後又活過來 活過來就要知道 你的生命是 這現在十歲的每一天 其實是老天爺給你 死了一次活過來後 真的悟到一件事情 真的就不得不相信 天將將大任一世了也 必先苦其心智 勞其精苦 二其體悟空華其身 這四句話是真的 折騰到讓你後 堅毅其所不能 對 然後折騰到你不能折騰的時候 你看 今天九七年到現在 基金會都活了十年 都花了十年獎研金 如果基金會 那時候我就說死的話 這基金會大概結束了 為什麼 第一個他撐不下去 我們董事裡面 也沒有一個人會接 因為這個基金會吃力不大 他可能也不會幫我撐下去 你的意思就是說 不是 其他董事也不可能 不可能 因為木管 木管是很大 木管是很大的學問 很大的辛苦 為什麼 你這些董事說 做著我像我這樣子 當志工 一直木管那個社會一樣 沒有一個作業 但是那時候 我也可以跟大家講 其實那時候沒有這個念頭 沒有這個念頭 說你還要 基金會怎麼去做 但是想說 轉正到最後就算了 把人先救起來再說 對 但是老師你剛剛講說 你經歷過生死 你現在應該沒有 看不開的事吧 對啊 還有看不開的事嗎 還有看不開的事嗎 現在只有看不開 就是沒有更用口 所以我現在每一天 你知道我做什麼事情 我現在每一天做什麼事情 我每一天去觀照我的念頭 譬如我在走路的時候 或在我講話 或是我在 在聽人家講話什麼 我都會看到我心在做什麼 那不行的話 我就趕快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一直烈佛 我現在大概24小時裡面 除了心定下來以外 不練以外 不用烈佛以外 心只要攀岩 或是起個念頭 譬如說看到 抬頭看到那個小姐 那小姐怎麼 長像這個樣子 馬上有念頭來的時候 阿彌陀佛 不要被那個靜轉掉 而且 就一句話阿彌陀佛 那個小姐就不見了 對 你就不會看他了 也不會再想他 你怎麼那麼胖 不會 就沒有了 不要你的念頭跟心 隨著靜轉 念頭 關照住 照顧自己的念頭 照顧自己的髮頭 讓他不要起念頭 請念頭 可能都是善念正念 都是智慧 都是神通 所以我現在為什麼這麼厲害 可以看到這個人生死 不要自己講自己厲害 厲害 所以更精進 就是可以看到這個人生死 以前有時候 還沒有辦法那麼執著 下定 下結論 說他非走不可 什麼什麼等等 就那天一樣 師兄的事情 我就跟他講 當我坐在這裡的時候 我突然說 師兄 師兄 腦部出血了 武藏理我全部都血了 不救了 為什麼看得到 人在南部 所以其實就是定 定 而且我們的念頭 為什麼說那個起心動念 很重要 是因為外界這個色受想行事 我們常常會被這個染污 對不對 蔡老師真的大開悟 因為我沒有這樣問過他 我說因為經歷過生死 現在還有什麼看不開的 對 就看不開就不夠用功 所以現在用功 只要念頭不對就麻 阿彌陀佛 還有有一點可能 你會放不下是說 至少現在基金會 所以他不會回答基金會 就表示他真的又有開悟了 因為其實我覺得這個是工作 基金會 這是他的願力 基金會 其實平常你講 真的有一天我走的時候 這個基金會 不管誰來接 都接得下去 有他的姻緣 應該這樣講 永續經營的 只要你把這個願力出來 就是基金會在做的正念 善念 就有貴人住 就有扶持的這個大德 要會或是有貴人 等等 其實不用擔心 為什麼 因為 自然而然會 水到渠成 對 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怎麼講 你像明天要來個師兄也是 因為本來就不認識 他後來去見他的時候 他也接我們10萬塊 他自己打電話 又再接10萬塊 因為無償 你知道真的要用功是 你都不知道那個 那個無償是不是更快來到 對不對老師 不要擔心他來 但是擔心的是 你怎麼樣子 哪一天無償到的時候 你可以自在往生 對 應該是這樣 四個字 自在往生 一定要做到 這一輩子來這個世間 不是明文立揚 不是你的財務 不是 是最後蓋棺 你走的時候 可不可以自在往生 不要躺在醫院 插筆館 打馬灰 不要走到馬路 撞一下 死不已明文 變昌患 或是變植物人 但是你如果走的時候 很自在說 欸 兒子 孫子 阿公爸爸要走 阿彌陀佛 喔 人生喔 那就是好福寶 對 你再多錢的話 也買不到這個 其實真的 老實講的重點 最後一句話 再多錢也買不到 真的很多人 即使沒錢或有錢的 再富有的人 都希望要走的時候 好走 好走 這個就是我們講白話一點 好走啦 欸 永遠這樣陰暗 睡著 就可能明天就不起來了 這一種叫自在往生 我相信每一個人 大概一百個人 裡面應該有九十八 九十九個人 希望是如此的吧 是 甚至是百分之百 都是這樣的 好也希望每一個人 好好的做福寶 好好的做一些功課 人生的功課 是 那多做一點善事 也讓自己 在人生終點站 要下車的時候 能夠自在往生 好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